很多時候大家都會問E3有什麼遊戲 但我認為這次E3除了公佈遊戲之外 更加重要是新推出的服務 E3是每年第一個遊戲展 也是每年最大型的遊戲展 所以這個也是不同的廠商 每年給大家一個好印象的舞台 今年當然有不少的正遊戲 在E3跟大家打招呼 但今年相比在近年的E3 就介紹了更多的新服務 這些服務又對我們這班Gamer來說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我覺得今年最矚目的就是Cloud Gaming的抬頭 雖然正確來說在E3之前 Google Stadia已經打響了頭炮 Cloud Gaming串流遊戲也不是什麼新技術 希望大家不要學媒體炒作 搞到發現新大陸一樣 Sony早就有一個叫PSNow的串流服務 大家只要給$19.99美元一個月 就可以在PS4上玩到PS3的遊戲 當然PSNow除了遊戲存負不足之外 畫質也是慘不忍道的 不過操作的時候是完全沒有延遲 叫做玩得過 Google Stadia可以引起大家的關注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是網絡巨頭Google搞的 同時Google Stadia拋出來的規格 亦都遠超現有的串流服務 你知道有35Mbps的下載速度 就可以玩到4K畫質 60fps 5.1環回立體星的遊戲體驗 相對而言 對你手頭上的硬件要求很低 基本上只要是可以進行Chromecast的裝置 包括電視、電腦、手機、平板 都可以用來玩Google Stadia 然後你只需要再駁一個市面上有的手掣 又或者是滑鼠鍵盤 再買一隻遊戲便可以玩 價錢方面 Google Stadia有兩個方案 Stadia Base是基本包 就像你平時買遊戲回家玩 只不過你現在是用Cloud Gaming玩 還有畫質最高只能去到1080p Stadia Pro就是月費VIP版 9.99美金一個月就可以玩到上面 我們提合的4K60fps畫面 5.1環回立體星 還會送每個月的免費遊戲 在說下去之前 我們再說說Microsoft在今年E3的重大發表 除了新主機Xbox Scarlett Microsoft還公佈了兩個新服務 分別是Xbox Game Pass for PC 還有Xcloud 這些東西都不是突然在E3爆出來的 之前都有一些消息 但是在E3上面就要提供Xcloud試玩 Xbox Game Pass for PC 亦都在發布的同一天開始了Beta 今代Xbox在亞洲連年失利 相信大家已經無視了Xbox 所以我就解釋一下什麼是Xbox Game Pass Xbox Game Pass是Xbox一個訂閱服務 玩家只要給月費便可以玩到所有最新的 Xbox Windows獨佔遊戲 訂閱之後也可以免費任玩近幾年的大作 就好像EA Games的EA OriginXX 和Ubisoft即將推出的Uplay Plus一樣 而新服務Xbox Game Pass for PC 就顧名思義 是一樣的服務 不過就是PC版 只要給月費便可以Windows玩到所有Windows獨佔遊戲 還宣佈了 Xbox Game Pass for PC 會有Halo Reach 老實說其他遊戲不要說 只要有Halo Reach 我絕對會過去subscribe一兩個月 但你覺得會只有這些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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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按人錢從來沒有手軟過 在這個計劃之上 還有一個更加強大的訂閱計劃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只要每個月15元美金 你就可以同時擁有Xbox Game Pass Xbox Game Pass for PC 還有Xbox金會員 WOW! 真是底屌到爛 不過還是要還原基本步 Microsoft 你的遊戲褲夠不夠我們玩? 上一代的主機戰 很多香港人都玩PS3 你可以說是因為日本作為遊戲大國有很正面的形象 同時還有PS1和PS2帶來的情結 所以寧願玩日本仔都不玩美國佬 但去到今代的主機 明顯是因為Xbox1上欠缺有吸引力的大作 我作為Xbox鐵粉 我都不知道Xbox1在搞什麼 所以PS4的銷量是Xbox1的兩倍 合情合理 在沒有遊戲和沒有朋友陪你玩的情況下 Xbox的計劃再優惠都是沒有價值的 Xbox1X的機能再強大 也都只可以成為高端PC的下位互換品 Microsoft將來另一項服務是Xcloud Xcloud就是Xbox的cloud gaming 詳情雖然還是不明 但做到的東西大概就跟Google Stadia差不多 我就不詳述了 所以到底cloud gaming是什麼呢? 串流對我們的遊戲體驗又有什麼衝擊呢? 試想想我們現在打遊戲 不管你是主機檔也好 電腦檔也好 我們都會在一個預先設定好的架部打遊戲 如果你想在另一部電腦 又或者在另一部console上面打遊戲 你起碼都要重新download 重新裝過 這一點就要考你妄速了 以打遊戲來說 Game console是相對便宜的 但是由於硬件的限制 Game console很多時候都沒有辦法展現完整的遊戲體驗給玩家 起碼試過享受上面就已經打了折了 所以Game console靠的就是獨佔作品和相對便宜的售價 但是也有些月光族負擔不起買主機的錢 再者這一代的主機已經算是老古董 遊戲主機每個一陣子都會發生硬件追不上時代要求的情況 如果說主機是量產機 那自己砌機的人呢 就是拿專用機了 給多點錢 砌一部厲害的電腦出來 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夠錢砌一部可以玩到4K 60fps的電腦呢? 我知道絕對有香港人可以砌出來不用告訴我 畢竟香港目前還是一個很有錢的城市 但是砌不出來的人絕對佔多數 那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你只需要每個月9.99美元 而且只要你家的網夠好 你就可以享受到4K 60fps的遊戲體驗 加連麥美 這個就是串流遊戲的最大魔力 過往我們的常識 是將遊戲安裝到電腦或者主機上面 然後由我們身邊的裝置去運行和去玩 所以我們才要去買玩得起遊戲的主機和電腦 而Cloud Gaming 用最簡單的角度去解釋 就是運行遊戲的裝置 不再是你的電腦又或者遊戲Console 而是提供這個串流服務的公司 他們的Data Center 而遊戲的畫面就會透過網絡去到你的裝置上面 而你亦都搖距操作著遊戲 Cloud Gaming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操作會有Delay 但是在A3場館試過Google Stadia和Xcloud的人 都表示完全感受不到有任何的延遲 甚至是玩Doom 一隻節奏很快的FPS遊戲都是完全沒問題的 當然啦 A3場館裡面官方一定會想盡辦法提供最好的環境給大家試玩 不過起碼就代表了 至於環境夠好 就不會有Delay的問題 這次E3就是告訴大家 Cloud Gaming 並不再是遙遠又或者未成熟的東西 2019年尾真正的Cloud Gaming時代就會慢慢開始 那Cloud Gaming對現在的遊戲業界又會有什麼衝擊呢? 我相信短期內的衝擊都是有限的 首先影響遊戲主機銷量的東西 是優秀的獨佔遊戲 打個比方 譬如今年年尾就有Cloud Gaming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明年推出的大作沒有對應Cloud 你就不玩呢? 很明顯是不會的 現有的Gamers 無論你是主機人還是PC人 都已經是有一套自己的Gear去打遊戲 就算串流時代剛剛開始 在這個過渡期內 都不會令到沒有串流服務的平台被淘汰 而且每個平台都有一定的殺手間 所以就算Lotando和Sony還未公佈新的Cloud Service 憑著他們的市場佔有率和獨佔作品人器 短期內都不會對他們的業務有太大的影響 更何況Lotando和Sony都在研究相關的服務 相反目前來看Export和Google Stadia 現在仍然是有獨佔遊戲吸引力不夠的情況 Google Stadia推出之後 如果可以增加遊戲數量 甚至可以有強力獨佔遊戲 相信是一個玩第三方遊戲的好地方 尤其對於沒什麼投資過自己的PC的朋友 又或者輕度的遊戲迷 Google Stadia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至於Xbox 在規格未公佈和獨佔遊戲實力不足的情況下 要在Cloud Gaming 方面和網絡巨頭Google對撼 真的令我覺得有點為他們擔心 而且 如果Xcloud這個理論上可以取代主機的存在 是他們的信心之作的話 Xbox Scarlett的定位便會越來越尷尬 Microsoft更加說 Xbox將來可以成為Xcloud的Data Center 又可以在Xbox上玩Xcloud 這些說法其實都很奇怪 Xbox可以用來做Xcloud的Data Center 這一點聽起來是很吸引和很穩陣的 入到就是說 你可以將遊戲下載到Xbox 再用Xbox做Data Center連去其他器材 可能在網絡比較差的地區會有用 但對於網絡好的地區來說 這件事根本就是畫蛇添足 那究竟你們是關愛偏遠地區的朋友 還是你們自己都對Xcloud的串流效果沒有信心呢 再者無論是Google Stadia也好 Xcloud也好 就算你比我們這樣在手機上玩主機遊戲 都是沒有人會拿出去玩的 因為無論是香港也好 在最後一萬步想想 當Cloud Gaming Service真的發達的時候 主機在家裡還有意思嗎 從這一年的E3來看 Xbox未來一年都難以扭轉市場佔有率偏低的問題 他們說他們在聽玩家的意見 但從實際情況來說 Xbox Game Pass for PC 和Xcloud 怎麼看都好像Microsoft準備放棄Xbox一樣 但同時 Xbox Scarlet 又會和 Halo Infinite 一齊推出 WOW...WELL PLAY 反觀Sony在PS4都已經穩夠了 他們現在集中火力把子彈留在PS5 而Nintendo Switch下半年 預期都會繼續有良好的表現 正Game 一浪接一浪 從這個世代已經開始崩潰的三角 看來已經回不了頭了 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 擁有串流服務的廠商會慢慢影響其他平台的使用者 因為現在4K 60fps的遊戲體驗真的很難普及 主要壓力都是硬件太貴 但是串流遊戲就可以提供一個便宜很多的選擇 遊玩體驗方面 現在看到的串流體驗大概不會令到大家覺得有大差別 因為現在這個技術叫做開始成熟 大家都只是想用Cloud Gaming做到已有的效果 那麼去到Cloud Gaming正式流行的時候 現在已經識微了一段時間的實體Game 譜會直接絕種 究竟到時幸運的話 他們會賣到一條曲的盒子 不幸運的話 他們就會完全取消實體版 而Game Console會全面淘汰碟機 也是很快會發生的事 Xbox One S Digital就是一個例子 就算你想買過 可以附有實體贈品盒榴槤 Amazon也可以幫到你 這都是未來5到10年就會發生的事 閃閃眼就會看到 不信? 平民遊戲工作室已經3歲 5年前Bullware推出的Dragon Age Inquisition 是Game of the Year 今年Bullware已經新敗名裂 10年前阿凡達震撼全球成為3D電影的先河 如今荷里活電影基本上全部都有3D版給你選 智能手機原來只是面世了12年 誰又會知道下一個10年會發生什麼事呢? 而我最希望未來5到10年 還會有平民遊戲工作室 還有我和你 那今天這條影片主要就是 跟大家輕輕地介紹一下Cloud Gaming 接下來我們還會出一條 2019 E3有沒有服 去跟大家說一下今年E3有什麼注目作品 還有少少好主觀的我見 那就多謝大家收看 掰掰